大家好,这里是赵雨霞 一个让你看透金钱真相的频道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毕尔盖茨提到的六个提升你收入的细节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叫 《形象如何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你的人生》 它当中讲到 形象不单单只是你的外貌身材 还包括你的穿着 说话的语气 举止还有态度等等 是精神气质和个人修养从内到外的体现 在很多人看来 一个人的收入和人生 好像和自己的形象关系不大 毕竟收入如何 都是要看自己的能力 就算是形象好了 又能改变什么呢 总不能靠脸吃饭吧 有人对财富排行榜前300名的公司总裁进行调查 结果有93%的人会因为应聘者不得体的穿着而拒绝录用 如果穿着不得体 即使你的学历、工作经验 口才都在证明你的能力 面试官也会对你产生怀疑 因为你的外表与你展示的能力不相符 有些人有很高的学历或者丰富的经验 对自己的能力非常自信 于是穿着随意的衣服去面试 结果被HR拒绝了 要记得你穿的不只是衣服 应聘者的着装提供给面试官很多个人信息 并不是仅仅局限于应聘者外表的美与丑 而是能够体现一个人的综合素质 面试官会参考这些因素决定是否录用这个人 而且也会决定了他工资的高低 所以形象好比一个入场券 如果没有这个入场券 你连展示才华的舞台都没有 杨兰曾在他的文章 我为什么相信与貌取人中提出了一个这样的观点 没有人有义务 必须透过连你自己都毫不在意的拉他外表 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 衣着得体 外表断装是对他人的尊重 也是自我成熟的表现 形象不仅仅体现了一个人的生活状态 更深刻反映了一个人的生活态度 当你不能呈现最好的状态时 形象就会对外宣告 你被生活打败了 你被繁琐的工作打败了 形象永远是最重要的 因为他在你面试的时候 就已经帮你奠定了你的开工心经 一定要记得这句话 人都是肤浅的 总之第一眼 一定是看外表 所以我们要努力提升自己的形象 可以从调整身材 借掉出源会议开始 对了 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免废话的 比尔盖茨姐的书 未来之路 记得看到最后哦 什么样的人 才能够让领导在那么多员工记住他呢 怎么样才能在团队面前突出自己 这个人肯定是会聊天的人 不是说口才很好的人 就是很会聊天的人 其实会聊天的人 也是个很愿意聆听的人 所有说话招人讨厌的家伙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 就是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我相信很多人都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人 基本不给你说话的机会 全程跌跌不休的谈论自己多厉害 他们不需要正常的交流 而是热气的把每一次谈话变成舞台 只为了满足自己狂热的表演欲 另外一种人就是完全不给其他人面子 以取笑他人为乐的人 会聊天的人 有另外一个特质 就是会问问题 当他们对我们说一句话的时候 其实是向我们传递一个信息 在回馈这个信息之前 我们有必要对这个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 通常很多人看不到问题的核心 我们需要从对方的话语中 听出他们问题的关键 然后才问问题 所以问问题 其实和我们的理解能力有关 说到底 表达能力的提高源自于思考 问问题不难 但问对问题就有难度了 在聊天的过程 我们需要认同对方的感受 有时候 朋友向我们寻求意见 找我们倾诉的时候 实际上是对我们信任的表现 他们认为这一刻的脆弱 是可以和我们分享的 无论是否能为他做一些什么 都至少先要肯定他的情绪 有时候 被认同是好的疗伤药 对于陷入困境的朋友 一句我懂你 我明白 我理解 有我在 比任何训斥都更能让他们觉得宽慰 职场收入不仅于 个人工作能力挂钩 有效的沟通 更是职场中提升收入 加薪升职的筹码 虽然说一个人能够站在众人面前讲话的人 肯定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 如果他是做销售了 当然对他的事业起到一定的作用 毕竟是靠嘴吃饭的行业 但是所有领导都喜欢销售员吗 并没有 也不见得很厉害说话的人可以步步高升 所以学会和领导 团队沟通 才是关键 我们不是教你 恶语奉承 会聊天强调的是照顾和理解他人 以及精准有条理的表达自己 要记得聊天三部曲 聆听 问对问题 和认同对方的感受 在生活中 我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过这种经历 当你穿衣服的时候 你扣错最上面的第一颗扣子 那么下面的扭扣肯定也会出错 同样 在人生中 如果你选择的方向错了 选择的目标就会不对 那么之后的努力就会白费 没有多大的意义 选择方向 选择目标 就像穿衣服的第一颗扭扣一样 只有扣对的 你的努力才有价值 在生活中 有些人看似懒懒散散 看似慢慢悠悠 但他们往往是成功者 而有些人看似很忙很努力 但他们却碌碌无尾 这不可避免地 让那些努力工作的人感到不公平 事实上 这并非不公平 是因为那些看起来懒散的人 知道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目标 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因此 他们付出的每一分都在向前迈进 最终走向成功 而那些看似忙碌的人 因为错误的方向选择 无论他多么努力 都很难成功 所以 不要抱怨老天爷不公平 而是想想你是否选择了正确的目标和方向 有时努力错了 比刚刚开始的人更艰难 就好比你驾车去了西边 但你的目的地在东边的话 你需要付出双倍的努力才会到达 比那些在远点开始的人更难 要记得 方向对 就算爬 也会比努力奔跑 但错误方向的人找到终点 在做事之前 不要急躁 冷静地思考正确的方向 设定正确的目标 才能保证成功 所谓的方向其实也是趋势 1994年的时候 已经三十而立的贝佐斯 偶然在一个网站看到 互联网的使用人数每年正在以2300%的速度成长 他从中赶到巨大的商机 依然踏上创业之路 贝佐斯曾回忆说 当我80岁死 我会因为离开华尔街而遗憾吗 不会 我会因为错过了互联网的崛起而遗憾吗 会 每个手户都是因为看到趋势才自负的 以加成因为房地产趋势自负 马云靠互联网趋势自负 而且虽然说我们可能没有要成为亿万富翁 但是 同样的 在趋势下打工的人 工资也肯定比较高 就比如当编程的 或者是当自媒体的 因为整个行业都在发展中 每个公司都缺人才 所以工资越给越高 因此 确定好正确的人生方向和目标 你越少走万路 你的成功会来得更快 不要盲目努力 不然只是徒劳而已 记得很早前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人经过一个建筑工地 看见三个工人在气以勉强 他问你们在干什么 三个工人有三种不同的回答 第一个工人爱理不理地说 没看见吗 我在气墙 第二个工人抬头看了一眼说 我们在盖一栋楼房 第三个工人真诚而又自信地说 我们在盖一座城市 十年后 第一个人还在工地上弃墙 第二个人坐在办公室中画图纸 他成了工程师 第三个人呢 成了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总裁 是前两个人的老板 态度决定高度 仅仅十年的时间 三个起点相同的人的命运 就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 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这样的结果呢 是态度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态度 就会有什么样的追求和目标 第一个工人总在抱怨生活的不公 心情是郁闷的 想的都是一些令自己不愉快的事 回答别人的问题时都是满肚子怨气 第二个工人要比第一个工人心态好 尽管也是在气墙 但他却把这堵墙当作一栋楼房在建 心里想的是如何将楼房建设得更好 第三个工人心态最好 工作那么辛苦 他还把气墙这样的小事 当作一项伟大的事业来看待 关于金钱 富爸爸穷爸爸一书里 举例了两个爸爸对待金钱的两种完全相反的态度 穷爸爸说 贪财乃万恶之源 富爸爸则说 贫穷才是万恶之本 穷爸爸说 我对钱不感兴趣 富爸爸则是说 金钱就是力量 你的态度决定你的收入 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个社会 但是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不同解读 却会导致我们经济地位千差万别 成功者他们也知道创业会失败 但并不是说他们创业就一定会成功 其实所有人的成功率都是差不多的 只是成功者知道失败就是成功的一部分 我们必须经历失败 学会拥抱失败 在失败中总结经验 解决问题 我们才能获得胜利 就如同我们知道学走路就一定会跌倒 学跑步就一定要迈出脚 虽然会伴随着失败 但为了更好的风景 我们还是要去学 在不断的尝试之中 我们失败的多了 那么我们就知道怎么赢了 面对困难 我们要直面挑战 而不是落荒而逃 时间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 是绝对的公平 就算他是亿万富翁 也只是有24小时 但对于富人来说 他们的时间成本比金钱更贵 一段台湾导演 鲁俊章拍的一部短片 你的人生胜不到22k 在片中 一位爷爷与孙女算了一笔账 你的人生还胜多少 你的人生还胜几天 按平均年龄来说 女性82岁 男性76岁 那么一个22岁毕业的大学女生 平均算下来还可以活60年 一年有365天 那我们乘一下 差不多只有21,900天 就算加上润年 每四年就多上一天 再多上个15天 你的人生还剩不到22,000天 你剩下的人生 就像银行里面的存款 过一天就相当于少一块 不管你月薪多少 老板是否喜欢你 你有多么好的人员 都没有办法再增加 这才是比起薪水 比起房子车子 更重要的事 用时间去做更赚钱的事情 学会做给你未来 创造更高价值的事 比如去找一份更好的工作 或者是做副业 或者是创业 这些都可以 只要是能帮你提高 你收入的动作就可以了 如果你真的觉得 你的能力有限 可以去学习互联网的运作 有很多零成本的副业 比如抖音带货 直播 微商等等 不要浪费你闲暇时间 和放工后的时间 未来的你 其实常在你放工后的时间 如果你每天就打游戏 刷手机 未来的你也不会有改变的 美国著名演讲家 托尼罗宾斯说过 他认为别人比他做得更好的事 他是不会做的 即使给他充分的时间 他也不会去做 他会利用这时间高效的 去做他擅长的事情 想要成为人上之人 那么你的时间 一定要比其他人值钱 你要找到你的核心竞争力 然后专注发挥它 那样你才能击败其他人 在富爸爸穷爸爸一书中说到 富人和穷人最大的分别是 穷人赚钱的思维 是为钱而工作 富人赚钱的思维 是让钱为自己工作 穷人整天为钱辛苦工作 他们一刻都不能停下来 他们总想找一份 更高工资的工作 然而让他们感到纳闷的事 不管他们赚到多少钱 钱都不够用 他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他们认为只要钱多了 问题就解决了 实际上当他们能够赚更多钱后 他们就会花更多的钱 他们的欲望会跟着膨胀 赚得越多 他们就会花得越多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永远处在 缺钱状态的原因了 富人不为钱工作 他让钱为他工作 他懂得金钱的运作原理 穷人如果看到一个生意 他会觉得很难 然后放弃 但如果是勤劳的人 他会选择马上自己做 那他就拥有自由职业者的思维 但是这个生意只有他在的时候才能维持下去 而富人如果看到一个生意 他会请人去做 他会找到适合的人来为他做事 他是企业家的思维 这个生意即使他不在 也能维持下去 能否达到财务自由 取决于你是劳动性收入 还是被动性收入 富人思维聚焦的是如何能拥有被动收入 穷人思维聚焦的是如何手动赚钱 两种不同的思维造就不同的财富人生 所谓的财务自由 前提就是只要你的被动收入 等于或超过你的热厂支出 就是你不再需要为热厂开销的钱烦恼 就算你的劳动性收入停了 你的被动收入还是能支付你的开销 但你有没有算过你每个月的开销是多少 一个人最重要的开销 吃喝玩乐住 如果你连最基本的每个月支出都不清楚 但你肯定没有要达到财务自由这个目标了 所以实现财务自由的关键 就是看一个人是否把劳动性收入 转化为被动收入 以及投资资产的能力 如果你有兴趣想了解更多 关于穷人都能买到的资产 你来看看我们上一个影片哦 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 记得按赞留言订阅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